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一宁一直都是国家女拼的领军人物 她在拼坛里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撼动 那么张一宁职业生涯里到底输过几场球呢 这场比赛一定会让人铭记 2007年世锦赛的女单半军赛 郭月以4比0催胜张一宁 下面马上进入这场比赛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加个关注 当时的郭月只有19岁 但是由于他14岁就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那个时候也已经算得上是一位老将了 我们来看一下郭月的球分 他就是属于这种典型的男性打法 我们看他的脚步非常快 左手横握球拍 两边反交 我们看他的这半正手节奏非常快 让你防守反击著称的张一宁非常不适应 戳住张一宁一板漂亮 这个球打了个回头 郭月发球 张一错一个郭月侧身 再第二板更近漂亮 这就是女子选手男性化的打法 张一宁发球 郭月直接一板拧了 这个球在07年的时候确实算得上非常先进 侧身一板爆充 好球 这个球张一宁防回来了 看能不能止住郭月的攻势 张一宁新转相识 下好球 小侧身 7比9 郭月发球 漂亮 大角度的一板转拉 再次得分 搓住之后 第一局战的话 郭月先是先生夺人 11比7 拿下 我们直接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前两局郭月打成了2比0 看一下张一宁能不能有什么变化 好球 多回合 相持 好球 张一宁这个球压住了郭月的反手 郭月的球速确实要比张一宁要快一些 当时虽然张一宁还是如日中天 但是郭月 也确实是一位天赋型的奇惨 这场比赛 你看这个球张一宁这手漏了 说明状态确实没有特别好 给郭月大角度的这种 正手拉球压得很难受 你看这种球压到底线之后 张一宁退不下去了 反手 郭月先上手 横移非常的快 郭月他的这个并步的横移非常的快 连续的衔接好球 真的是非常精彩 戳住 正手一板发力 第二板 再来 再防 好球 张一宁打回头 我打了一个 张一宁就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型 但是这场比赛他的机会并不多 郭月直接就是3比0领先了 这样的话 这局这场比赛就很难再翻盘了 张一宁打住 郭月继续拉 第三板 第三板好球 我们来看他 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侧身 他的左手这板侧身 你看 他这个球的动作可能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 实效性很好 还原非常快 这手打开之后连续的还原 看看郭月他这板正手 手一直是放在上面的 他这个球不是在下面 手一直是放在上面 打完之后立刻还原 习惯非常的好 拉起来 跟进 好球 看到没有 他的这一车就是脚下 跟手上配合的非常好 人球合一 郭月已经拿到了赛点 还差一分 拖住 随着张一宁回球出界 这样的话 郭月19岁就获得了市井赛的冠军 又一位市井赛的女单冠军诞生了